選擇籌碼強勢股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昨天美國股市般戲劇化 FED一些鷹派的官員 反而釋出鴿派的言論 所以昨天的美股 本來震盪下來又收上來 尤其是廢城半導體漲幅超過2% 台北股市今天怎麼回事 今天變成全世界大概最強的一個地區了 一個國家 今天期貨漲300多點 集中市場也漲了247點 乘客量也超過3100億 前幾天 上個禮拜一根長黑跌了300點 今天大漲 老師這個地方是不是低點已經看到了 我們這樣看 其實 這一波以來 就是在 清雲 在端午廉價之後 因為這個 因為MACD轉為負向 建議各位來回操作 等於說指數要進入整理 並沒有變成大 長空頭啊 這個我昨天在大世界化特別說 待會我會給各位看 操作上 這個地方就是弱勢股 強勢股來回操作弱勢股逢反彈減碼 並不是 建議各位積極要做空 準備要崩盤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我待會跟各位說 那MACD的負向就是 KD反彈上來要賣 對不對 短線要趁 KD黃金交叉的時候 賣出才能賣在相對 高點 就是說 中線轉弱 你要怎麼賣 你要趁 短線反彈來賣 老師 那今天 是不是就是短線反彈 對 所以今天KD勾起來 明天 有些弱勢股 本來MACD負向勾起來 今天不是漲上來了嗎 明天逢高 建議各位你就算了嗎 急跌 急跌不是建議各位去追殺了 因為 這是個整理盤只是他可能弱勢一點 因為低點越來越低 弱勢整理 但是他總會反彈上來 你要賣也等反彈起來再賣 而不是看到破底要砍 砍完當天彈起來 對不對 所以操作上就是個來回 所以在這裡 7月5號 不是KD勾起來嗎 建議各位這個地方 中線轉弱 你要趁短線勾起來賣才能賣得相對高點 不是這個概念嗎 就大家都不信 就看到這一根 7月6號一根長黑盤中跌了300點 售販跌290 大家嚇到了 對不對 所以抖音上面才有人說 本來不信的 KD勾起來 KD黃金交叉為什麼賣 本來不信了 現在看起來真的 本來不信今天信的 這7月6號 對不對 當天晚上美國又跌 所以好朋友說 今天全部大跌了明天繼續跌起來 我特別在 抖音裡面我特別在 隔天 有沒有 7月7號 上個禮拜五早上 再跌不要急著差跌持股 短線隨時會反彈 不是才出現一根長黑嗎 又要反彈了 其實 目前的盤勢就是 沒有要轉長空 昨天晚上的 大事業化 告訴各位只是一個區間整理 MACD附向 他是不是完蛋了 要崩盤了 沒有啊 因為季線還上揚 10日均線是不是還在季線之上 所以 中線多頭格局還在 只是因為MACD附向 他至少要整理 對不對 那整理就這樣子 所以來來回回 漲 賣一下 跌 買一下 大概是這個概念 有沒有 籌碼強勢股來回操作 這樣懂意思嗎 不是要大空投啊 那今天我比較 開心的是 美顏指數下來 新台幣下來是升值 早盤還升值變貶值 超傻眼的 五盤過後五盤之後 下來 下來是升值 美元呢美元下來是貶值那最好 美元已經很弱勢美元弱勢 新台幣還跟著貶 對美元還貶值 台幣真的蠻弱的 實在離譜 所以 今天台幣的升值是好事 FED官員 鷹派官員釋出鴿派言論 拉起來了 費半意志都很強昨天 那其實這波 就從費半5月15號開始 我在節目裡面 從5月15號一路追蹤到現在 每一個轉折每個關鍵的 轉折點 是不是都跟各位分享的很清楚 費半從5月15號開始漲 集中市場從5月16號開始漲 然後呢 轉弱什麼時候 轉弱就是端午廉價之後 因為MACD轉弱了 那好賣點什麼好賣點上禮拜三 上禮拜三 上禮拜二 KD勾起來的時候 對不對 好 那現在老師 那KD又勾起來了 那待會跟各位分享 那怎麼辦 好不好 該怎麼做 那費半就是從這天開始的 就從這天 費半從這一天開始漲到現在 它是不是高檔整理盤 對不對 高檔整理嘛 MACD還沒轉正嘛 所以 最好再拖一下時間 MACD比較接近零軸的再轉正 這裡再混一下 再轉正 所以我說 可能要到 7月下旬 對不對 這個時候再轉正 可能是新一波 漲勢的開始 他也沒有要中錯啊 各位你要記清楚啊 MACD負向 他最好的情況就整理 對不對 他是個整理 那斯達克呢 他有整理啊 不是嘛 也是整理盤啊 那會不會來貼近季線 不知道 如果貼近季線 貼近季線還是多頭 你看 那斯達克不是一直在多頭嗎 短期巨線不是一直在季線之上 這要季線啊 這要是季線啊 對不對 那S&P500也是啊 所以如果能回來 也是好事啊 並沒有破壞了整個多頭的架構 只是中線需要整理嘛 對不對 道瓊 他就昨天 是守住季線 一根紅K 對不對 那德國股市比較弱 必須說 多個股市 施均線都跌破季線了 德國股市確實比較弱一些 MACD的負向 法國股市也很弱 法國股市 所有短期均線都跌破季線啊 季線變成壓力了 法國股市更弱 法國最近 世衛抗議一些 狀況蠻多的 所以 法國確實是 比較弱勢的一個市場 日經呢 日經 在這裡我是不是要整理啦 這裡創高這邊衝上去 KD交叉的時候是不是這麼說的 日經從那天到 到昨天嘛 不是說 從高點回來 已經將近1700點 今天日經也沒漲 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好強啊 強到大家覺得 怎麼會這樣 那該怎麼做呢 我待會跟各位說 日經 你看 他是不是要做一個整理 我們這樣說吧 即使這個頸線破M頭 M頭測量等幅 那頂多回到這裡嘛 對不對 你 這裡和這裡要一樣距離的話 你這裡一樣距離那可能就要回到季線附近啊 回到這波起帳 的中間段這裡 不是嗎 即使這裡做頭的話 那如果沒有做頭他這個整理 看MACD最好來零週附近再來勾 所以他可能還來 再一次 再一次 就跟 費半和納斯達克一樣 南韓 前兩天破季線的時候 這兩天小反彈 小反彈 不過他比較令人擔心是MACD竟然破零週 這也是大家必須留意的 南韓股市不能跟德國法國一樣 這個季線站不上去 南韓確實比較弱 最開心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往下是貶值嘛 對不對 他前波的 低點是100.788 今天是 101.743 大概差不多1%距離最低點 那美元指數這樣是弱勢喔 新台幣還往上扁還更弱勢 比美元還更弱勢 真的蠻離譜的 那今天新台幣 早盤還 從 升值到貶值 還創了 新高 這波的新高 其實 就匯率來看 是新低 就K線來講是新高 但就對美元匯率來講 是新低 是新低 那新低 剛才各位看到盤中他往下 往下是升值這個好事 希望能在這個地方就打住 31.4不要再來了 31.5就好不要看到 那希望是這樣 未來我們看這個新台幣的走勢 那加薪指數呢 老師又來了 這根長紅 這根長紅 記得吧 漲萬300點 對不對 這根長紅大漲 漲168 對不起 這根漲168 隔天又大漲 大家認為要看兩萬點 還記得吧 當時我說你要賣 這根長紅漲漲了200多 比這天還多 那天是漲168點 66點 還記得吧 對不對 好 即使明天再漲呢 明天再漲KD勾起來呢 KD勾起來除非KD值 過這一波 過這個高點 過前一波的高點 這個 指數不見了會過 KD值如果能過 他趨勢就改變了 有沒有那麼 有沒有那個機會 我認為機會應該不大所以 可能談起來再下來一次 再尋求下一次整理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加薪指數MACD 快來接近零軸 是好事 在零軸附近整理整理再過 那個時候MACD就會翻證 現在應該還沒那麼快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如果是股逢反彈 MACD負向 KD勾起來 你是要站在 賣方的 記起來啊 電子類伍一樣啊 MACD負向KD勾起來 記得 不要看到明天漲 看起來KD黃金交叉了 短線上 這些股票你是要站在賣方的 記起來啊 那ODC呢這個 即使 即使跟日經一樣 這M頭出現 這裡破掉 他的 支撐線大概在季線附近嘛 對不對 測量等幅的話 所以 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 他需要一些時間整理 這我的看法 當然今天有些個股 AI主群 昨天被外資 亂降平等 今天全部反彈 對不對 三二三尾創一攻漲停 老師他怎麼看 那些股票 AI的族群 他MACD也沒變負向 所以 有些MACD變負向了 必須要調節 這沒辦法 他一定要整理 但如果是多頭走勢的股票 多頭走勢的股票 你要趁拉回 一樣嘛 MACD正向的呢 你趁KD往下死亡交叉的時候買 你可以買的相對低點 懂的意思嗎 缺失中線多頭 你要趁什麼時候買 趁KD掉下來的時候 你才能買到低點 那中線如果是弱勢的 MACD負向 你要趁KD往上勾起來 你才可以 趁反彈賣的高點 這樣了解沒有 OK好 那所以 要成為贏家 大家會背了吧 看對趨勢 選對股票 遵守機率 這一波 不管每一個轉折 每個關鍵時刻 我都在節目裡面講了 非常清楚 所以 要看趨勢 就鎖定籌碼大師的節目 再來選股票呢 量價籌碼打分數 標股 選股我們是第一名 再來就是 遵守操盤的紀律 那我幫各位打造一個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怎麼樣看到大事業話呢 很簡單 加入籌碼大師LINE AT 然後點擊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線圖 大事業話籌碼表格 還有我們每天的節目 那今天有檔股票 昨天吧 昨天 其實這一波 6月份創新高的 個股大概只有40幾檔 我們手上 剛好有一檔 那這檔股票叫做維創 維喬 這個股票怎麼選到了 我就來跟各位分享 我不是每天都有籌碼表格嗎 這種表格 什麼表格這個啊 每天都有籌碼表格對不對 昨天我們看一下昨天 昨天6417的維喬頭信買了1008張 頭本比全市場第一名買了2%多 2.38% 一天 他是 第一名 6天他也是第一名 6天頭信買了4%多 12天他也是第一名 頭信買了5%多 一天6天12天維喬6417全都是第一名 而且維喬的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這個有趣了 那我們其實在 前幾天我們就已經進場 怎麼進場怎麼找到怎麼看得出來 我來跟各位分享算一個教學吧 這今天的維喬嘛 因為昨天外投信買了1000張 1008張 其實投信在這裡就買 有沒有 這裡就偷偷佈局了 那老師你有偷偷佈局嗎 有喔 在這裡有訊號啊 有沒有 這裡有訊號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6月30號 6月30號投本比他就已經全市場 第二名 秦城是我們手上持股對不對 秦城那 6月30號漲停板 漲9.88 偷喬漲了2.5% 當時是第2名 6月30號就這一天 這一天 這一天 投信剛買了第1天 這一天 結果隔天 因為1號2號放假 7月3號禮拜一 訊號就出來了 訊號就出來了 30號投信買 隔天 啟動訊號就出來了 那啟動訊號出來 再隔一天 7月4號 6天的投本比 偷喬已經變了第6名 你看威鋼琴哲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的持股 巨陽也都是 也在節目裡面跟各位分享 微喬我們還沒買 那是不是出現訊號 是 所以7月5號 因為7月4號是第6名 7月5號來 130到132買進 就這裡 7月5號這裡買了 有沒有 他出現訊號這裡拉回來買進去的 7月5號 拉回來我們是這裡買的 這裡買的 有沒有 投信 買三天啊 對不對 投信在6月30號 7月3號 7月4號 連買三天我們7月5號進場 了解沒有 結果這昨天啊 昨天投信買了1008張 今天 因為 微喬的營收創歷史新高 年成長 48.79% 歷史新高 微喬的高點是 190幾 這個如果他能創歷史新高 股價也能創歷史新高的話 上檔空間還不小 不過 這邊有人套牢所以他這個地方可能要在這個地方 稍微做一些 換手 那這兩天的成長量還蠻 蠻大的 所以這換手時間 應該不會這麼長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換手啦 因為這裡有人套牢啦 有人套牢 除非投信今天再追 再買 那因為量大 這裡量說這邊量大的話換手時間會比較短 這就是時空換量的概念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所以 目前來講投信買這個區域如果有任何拉回 鎖定這些股票 投信才剛剛進場 你就這個 這些股票 可能就是第3季第4季投信做上的表底 因為之前都沒有持股 最近才開始買的 營收又創新高 所以這檔股票呢 有沒有 根據我們的系統 根據我們的籌碼表格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微喬 是不是很簡單對不對 那成為贏家就 我說的 買對暴住買錯舍的 你就會成為市場的大贏家 什麼叫買對暴住 我們今天華晴3515今天漲停板 今天再創新高對不對 你看 5月25號華晴和秦城 那5月26號秦城買進對不對 你看 秦城在這裡 隔天我們買進 這裡出現訊號 他25 軟體 摳訊 26號 那個惠恩摳訊 一路漲我說這裡比較難 漲了三層拉回來 老是要不要出 我說不用出啦 沒有平昌訊號 你看結果 2根停板 3根 4根 最後漲到 7根漲停板 最高點已經漲幾趴了 來 已經 100多趴了 已經漲100多趴了 最高點今天 7月11號 還沒創新高 不過 最高是199 因為我們跟他除息 4塊錢 所以最高203 其實獲利 目前已經超過100趴以上 100趴 95到 199就 100趴啦 不是嗎 對不對 現在是190幾喔 哈囉各位 粉絲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對大盤的看法 還有各國的選擇 非常歡迎各位鎖定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籌碼大師的時段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鎖定籌碼大師喔 來 所以你看 華擎 來 華擎這一天 5月26號 5月25號 5月26號啟動訊號出來 來 啪啪啪三根 三根 到今天 你看前幾天 很好玩 這裡創新花拉回 看起來 其實 我記得前兩天還說 昨天 你買了這裡風險其實大概兩趴嘛 破線都走人啊 只是 我希望你能跟我們一樣買到這裡不要買到這裡 當然昨天買到這裡也是厲害啦 因為今天漲停 是不是 所以 你真的對個股的高點絕對不要預設立場 我常說要成為贏家就是 買對 抱他一段就對了 有沒有一段市場決定不是我能決定的 你看 因為營收機的量力 從上 今天漲停板 81.1% 有沒有 第四根漲停板 所以 你第一個 想到的是 這些股票你怎麼樣選到 我們為什麼能選到 你選不選得到 再來 我們可以抱到現在 你抱不抱得住 這個其實都是市場上最難 你必須要做功課的 你看 金像電 金像電還在啊 今天金像電各位你看一下 看起來這裡好像是高點對不對 又來148了 他是不是高點不知道 156了 好像是高點 老師 161 過了沒有 今天變165.5 所以高點在哪裡 哇哉 我不常說嗎 這不是我決定的 但是重點你看 這個停利線 你就一直往上移嘛 到了 前兩天不在這裡了嗎 那真的如果破線 這裡是145.5 你破線還是賺爆啦 這就是這個概念啊 對不對 你看今天已經變165.5了 高點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啊 不是我們能決定 可是你就照著做 你就會成為市場上的大贏家 不是嘛 很簡單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 你要買了起上點的概念 因為 你看嘛 你看 這裡要不要買 買起來很累對不對 那這裡出現訊號在買是比較快 是比較快 重點嘛 你看 這裡都沒訊號 有沒有 所以要買哪裡 買起上點 不是買最低點 買最低點或很久 買起上點變成很快 為什麼 量價籌碼打分數 95分以上的資優升 就很可能變成標股 這就是你看到的 而且我們也做到了 對不對 這就是效率操作 你看 這些股票你沒跟上也沒關係 那最近出現的股票呢 訊息有沒有強 今天訊息也不錯啊 你看 衝衝衝衝上去 兩根停板拉回來 今天 有破線嗎 沒破線 支撐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 風險是不是有限 因為你買在這裡 支撐已經拉到這裡來了 你賣掉也是大幅停利啊 不是嘛 對不對 也是大幅停利啊 來 重期呢 啪啪啪衝上去 一根停板 兩根停板 三根停板 三根這兩天的震盪 昨天創新高 今天呢 今天沒有創新高 不過 人家三十幾趴啊 對不對 他支撐了支撐跑這裡來 明天 明天支撐又再上去啊 這就是 超盤手的概念 移動停利的概念 當然買進去一定 他的支撐在低檔 老實如果買進去 不對就停損 對 安全帶綁好 漲了一段呢 你就變停利 只是停利在哪個位置 什麼時候 電腦系統幫各位算出來 其實很簡單 你不用天天盯盤 你不用天天盯盤 你看中壘 這個 網通的 今天也沒 也沒有大跌啊 對不對 支撐的支撐跑這裡來啦 核勤控的來 給我看一下 核勤控的支撐也跑這裡來啦 所以過了幾天 核勤控的支撐可能跑這裡了 對不對 你就是停利 就是停利了 明太呢 明太整理 那天創新高拉回來 這兩天在整理 他支撐跑到這裡來 有沒有很簡單 其實 其實你都看得懂啊 支撐 有沒有 移動停利的概念 所以 要成為一個贏家 跟著我們 操盤手不是買最低點 操盤手是買哪裡 買在起帳點 買起帳點 對不對 那你看最近的 齊陽 兩根三根 齊陽給三根 這兩天在整理 來各位看一下 今天 整理 今天 小漲嘛對不對 倉和呢 倉和也厲害啊 兩根 衝上去第三根 有沒有 這裡扣會員的啦 來當天我說我這裡還在買 7月7號拉回來我們還在買 135 135 134還在買當天變148 來 這裡我們還在買啊 變148 今天呢 今天變151了 今天變151了 投信其實最近買很多 倉和這張股票 投信也買不少 所以你可以留意 投信剛剛進場的股票 這些股票 其實在節目裡面 不斷的跟投資朋友分享 重點是 不管是秦城 不管是 這些股票也會漲好大一段 對秦城漲好大一段 那 你應該跟著我們 買新的股票的起帳點 有沒有這種股票 有啊 那短線上要怎麼做你看 連麗珊喔 這裡的麗珊 一路跟各位追蹤 麗珊 連麗珊昨天 昨天都 衝漲停 哇老師今天麗珊變成這樣啦 麗珊從出現訊號到這裡 37% 37% 老師今天暴大欄黑街 暴大欄黑街 換手之後 我個人認為 亮仙價行 42.3 還會過 這就是概念 買到對的標的 不管如何啦 抱他一段 他這一段到底有多少 不是我能決定的 那是市場的共識所以 各位你要注意到目前的盤式他是一個整理盤 並不是 變成要大空投你要弄清楚觀念 因為季線還是往上所以你還是可以折優做多 只是 折優你可以跟著我們 好股票買在起帳點待會跟各位分享 還有什麼好股票 在起帳點 法人進場 離他成本還不遠的 如果已經漲了五成 我就不建議各位進來追了 有這樣的標的 有這樣的標的 像 三岸工業 我們就抱他一段 抱他一段100多% 出場 你不用天天盯盤 有平常訊號反彈起來賣掉就那麼簡單 你就是市場上輕輕鬆鬆 成為贏家了 那短線上怎麼做 短線上來 看手機APP 這一兩天比較不適合我 昨天跟各位說過因為 這兩天六月份的營收公佈 公佈很好了 幾乎開盤就快漲停 公佈不好呢 開盤幾乎就帶量跌停 那這種 APP一找出來 就已經有要做空了 已經快跌停了 做多已經快漲停沒辦法做 所以 明天 已經公佈結束了 明天 手機APP就開始 可以很好用了 因為 粗量的 出現 所謂的什麼 大戶比 排名比較前面 就表示 今天大戶要動作 就那麼簡單 大戶比 全市場我獨創了 我們是把 量增加的比例 內外盤比例和大戶籌碼比例 三個 加起來 加權平均之後 所以我們找到了 眾席 找到了中壘 找到了訊息 都找到了 當天都找到啊 是不是 而且9點零幾分就找到了 就找到 而且 當初你記起來 買進去 白色線是你的停損停力線 你買進去就掛漲停板下一檔出一半 如果鎖漲停明天另外一半再出掉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破了就走掉啊 對不對 就像這個中壘 漲停板下一檔出了一半 那破了就走掉啊 你買在這裡 這裡賺錢出一半 這裡破了你就走掉嘛 就那麼簡單嘛 對不對 廣機也是啊 買進去就掌 掌停板 掌停板不出掉掉下來 是不是 所以掌停板出一半 記得啊 這裡買到 掌停板出一半 這裡破錢都走掉 你還是賺錢 記起來 海華也是啊 當天供掌停 身為能源當天也供掌停板 你都賣得到掌停下一檔 金橋也供掌停 這是最近的給各位選到的給各位看到的 的例子 那明天開始因為這兩天我說這兩天因為 營收公佈所以 股價 跳上帶量跳上跳下 短線上很難做 但是明天呢明天就開始恢復正常 該公佈都公佈完了 所以 明天我就會再舉一些例子 跟各位分享 短線 當中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說我們系統 波段有波段的方法 短線有短線的機制你就照著做 你就照著做 因為 我們是透過電腦快速運算幫各位找到的 所以 如果 你有使用其他軟體的經驗 我相信 你在使用軟體的時候可能都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選出來這麼多我要怎麼選 我們不一樣啊 我們整個團隊是你的後盾所以很多股票 我們其實是 已經 出現訊號我們還在一點鐘左右 特別提醒我們加入成員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人性弱點是買對抱不住買錯捨不得嘛 你一定要有方法 買對抱住買錯捨的你看 秦城7根停板還在 已經 113%還在喔 沒有平常訊號當然在嘛對不對 金像店今天再創新高快60%了 59.9% 華新今天也創新高 我知不知道他會創新高 我不知道 我也不曉得金像店會創新高 我本來認為搞不好要轉弱 但是呢 有沒有賣不賣呀 因為他就沒有平常訊號 懂了沒有 你這樣子才能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輕輕鬆鬆 你就看訊號照做就好了 那重期 35% 對不對 訊星KY31% 都是最近才出現訊號的 夕陽25% 倉和 那天 前天我們還在進場 還在加碼 有沒有 20.8% 核心控也20幾% 所以 你要的是 有沒有這樣子的股票 有沒有剛剛起仗的股票 有啊 這檔來 有沒有 前天 跟各位蓋牌 昨天我衝上去 哎呀老師怎麼辦 今天拉回來啦 今天有沒有拉回來 有啊今天拉回來我們進場啊 今天拉回來 這是投信喔 有沒有 投信剛進場而已喔 之前都沒買喔 所以 這種股票 就是你要的標的 有沒有這樣子的股票 有 就這檔啊 就這檔 所以如果明天有拉回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上車 因為還沒拉開漲幅嘛 才進去嘛 投信財剛進來買嘛 最好明天跌多一點 跌多一點我們多買一點 拉回來早買一點 因為投信財剛進場 還沒拉開 還沒拉開漲幅 投信還沒賺多少 最好是 今天晚上美國重挫 你才能趁美國拉回的時候 逢低買到便宜貨 這就是概念 這種股票 MACD一定是正的啦 所以你一定是要趁什麼 趁KD拉回的時候進場 要成為贏家 你的做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選股 很簡單 波段 制服贏家操盤系統 還有我們手機APP 波段我們有波段的機制 短線我們也有短線的機率 你就照做 你就照做 你才可能 扎扎死 抱他一個波段 所以我說 我知道各位你也很用功 但是 你插的是一個什麼 好的操盤工具 是操盤工具喔 不是看盤軟體 我們是實際的操盤工具 所以 史上最強的操盤工具 立馬抓住 關鍵的 啟動的關鍵點 對不對 所以跟著我們 輕鬆快樂 APP帶著 輕鬆快樂選標股 怎麼選 很簡單 你只要把我們APP帶著 我們大概一點鐘左右 還會特別提醒你 今天出現什麼好的標的 所以我說 你跟著我們 你 再也不是 單打獨鬥 是一個團隊作戰 我們整個團隊在support你 我們在幫助你 所以 你的選擇只有兩個 你是每天看盤的 就把手機APP帶著 如果你是 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盤的呢 盤中即時 訊息帶著 像剛剛那樣的股票 盤中拉會出現好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 支付專線 成為支付贏家 我們明天見